成龙外申董又林主持全程尴尬烂到家 金城县男友前男友同台不说话 国内顶尖主持人有不少 优秀的主持人更是一抓一大把 能就场感全程直播不尴尬的却为数不多 董又林也知道自己主持才尴尬 所以多次面对镜头向大众道歉 而且还拉来好兄弟朱正廷就场 一个是金城县男友 一个是前男友 想必董又林也不想采访邓伦 免得更尴尬吧 不少人都说 董又林主持的确实挺尴尬的 没有金刚钻别懒此气活 以后不擅长的工作还是别接了吧 自己不自在 别人看的也尴尬 不过理智的人也明白 董又林昨天做的主持已经很失误了 机位不会长 自言自语还要那些话筒说出来 真的已经算直播事故了 粉丝说可爱能理解 但是工作就是工作 请把工作跟感官分开 不管董又林这次主持的有多么不好 现在结束了 都道歉了 下次选好定位 做适合自己的事情才是最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